各位好 我是胡安玲 欢迎收看台湾演绎 话说中国抗日前起 陷于孤军奋战 一直到了1941年底 日军偷袭珍珠港 迫使美国对日宣战 中日战局也因此出现变化 中国有了盟军协助 中国战场被视为二战的一部分 中日战争后四年 起先日本在东南亚海势如破竹 无往不利 是直到第三次长沙会战 日军死伤四万多人 中国长沙大劫 也成为盟军的第一场胜利 这季台湾演绎 一起来看战况逆转的阶段 1940年9月27日 德国 意大利 日本三个国家 在柏林签署德亿日三国同盟条约 成立一个以柏林 罗马 东京为轴心的军事集团 轴心国 三国协议未来十年相互合作 建立世界新秩序 达到德日划分亚洲与北美洲 德意划分欧洲与非洲的计划 日本等于是正式的导向德国跟意大利 所以这个时候 英国美国就决心援助中国 就不希望中国被日本征服了 所以这是一个转捩点 轴心国成立后 美国英国对中国渐渐友好 支持中国对抗日本 尤其英国为了维护它在亚洲的利益 万不容许中国向日本投降 围棋他们的殖民地 于是1940年10月 英国打开了三个月前 才被它封锁的滇缅公路 让物资得以进出中国 中国就靠这条滇缅公路输出铜油 才得以向美国借到2500万美元 接下来 美国也在1941年3月通过了租借法案 让金援 军援 中国等国家有了法学依据 同时这段时间 日本能持续以军事力量压迫中国 针对李宗仁的第五战区 薛岳的第九战区 以及魏力皇的第一战区 发起了三起会战 但都不足以动摇中国的抗战意志 1941年6月22日 德国进攻苏联 苏联为了应付欧洲战场 加上已经与日本签订了中立协定 所以终止了援华支援抗空队 这时中国透过来华当空军顾问的美国退役飞官陈纳德 向美国积极争取购买到100架战斗机 江委员长就派毛帮出 跟陈纳德两个人到美国去 希望能够得到飞机方面的协助 那后来就 罗斯福总统就批准说 原本要卖给英国的 有100架的P-40B 愿意让这一批飞机转给中国使用 1941年8月1日 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 在云南省雷宇成军了 由陈纳德上校担任大队长 飞行员则来自美国退役飞官 美方也允许谢役的飞官退出海军航空队 加入援华支援航空队 美国除了在军事上实质援助中国之外 也联合了英国与荷兰 对日本展开石油、铁矿的禁运等制裁措施 美国也逐渐对日本施压 所以开始对日本实施了铁 还有日本产品的禁运 把日本的一些在美国资产冻结 甚至于要求日本从中国战场退出 尤其到了1941年年初 到了夏天的时候 美国实施了杀手舰 美国对日本实施了所谓的石油禁运 日本的石油绝大部分要靠美国进口 面对英美等国的制裁 日本与美国展开谈判 一方面希望与美国签订中立条约 一方面推销大东亚共荣圈的概念 唆使美国逼中国去走上谈判桌 但卡在满洲国的主权争议 以及日军是否该从中国领土撤兵等问题 谈判一直没有进展 因此日本同步继续以武力对付中国 1941年9月7日 日军发动第二次长沙会战 阿南维基指挥的第十一军 集结了四个师团约12万人 从宜昌南下集中力量向长沙进攻 第九战区司令薛悦 以13个军17万人的兵力正面迎战 第五战区与第六战区 也加入了战场协防 中日双方激战一个月结束 中方称日军损伤了4万多人 失衡遍野 仓皇退却 日军则是声称 坚敌中国5万多人是战略退守 第二次我父亲是认为 他可以用同一个战法 第一次同一个战法打 但日本人其实也是在斗志 所以几个资料看起来是双方在斗志 到最后是因为补给线不够撤回去 还是说他们策略上面都撤回去 第二次其实是更惨烈 那可以讲说惨胜 我们看起来是应该算是惨胜 日本原本想借第二次长沙会战 给予盘判桌上的美方压力 没想到失败收场 英美加强了对日本石油与天荒的禁运 美国还强力要求日本从越南撤军 几冲压力之下 1941年10月16日 首相敬畏文敏辞职下台 两天后 关东军出身的陆相 东条英吉接任首相 11月1日 日本国内召开了一场 长达17小时的联系会议 最后决议攻击美国在夏威夷 欧湖岛上的太平洋军事基地 珍珠港 当时日本也知道美国实力太强了 你根本不可能击败美国 但是当时日本的 譬如说356的构想是 可以六个月之内压制美国 在珍珠港把美国太平洋军队 阻力殲灭的话 让美国六个月之内不能够动作 然后日本在这六个月之内 征服东南亚 然后同时 当时希特勒能够押制苏联 控制苏联 然后再下来 日本跟德国合作 怎么样让英国屈服 1941年 美国时间12月7日 清晨开始 日本海军出动6艘防洪舰 300多架飞机 呼吸珍珠港 美军战舰、巡洋舰与驱逐舰 共计有14艘被集成或中创 同时有188架飞机被炸毁 超过3600多人上亡 迫使12月8日美国对日军战 加入同盟国 中国也顺势再久于 向日本宣战加入同盟国 12月10日 中国也向德国、意大利宣战 中国独立抗战至此 已经撑了4年半 终于有了盟友 蒋介石也由盟军 配举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 那么同时中国方面 这个时候呢 也因为获得了盟国的支持 因为我们这个时候成为 叫做盟军中国战区 所以你必须要跟其他国家的军队呢 就我们叫做并肩作战 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包括战争形态 还有战略物资 其实都不太一样 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 加速了东南洋战事 12月8日 登陆马来半岛 9日占领曼谷 10日 英国停在马来半岛外海 两艘主力巡洋舰 也被日军击沉 大家都知道美国太平洋舰队 在12月 珍珠港港地事件 西号被签名 但是都忽略了 在12月10日 英国的两条主力战舰 也在马来西亚外海 被日本空军炸成 所谓的那个 威尔斯青王号 跟那个 输出号 1941年12月13日 日军拿下九龙 准备向香港进攻 12月25日 耶诞节当天 日军占领香港 沙劳岳的古靖 也在同一天被占领 成为日本的耶诞礼物 日军的攻势 延续到隔年 1942年元旦 从台湾高雄南下的日军 攻陷了菲律宾马尼拉 18日 两路进攻印尼首府雅加达 2月15日 则是攻下了 英国远东军司令部所在地 新加坡 日军势如破竹的攻势 英美和 看似毫无招架之力 但在这些东南亚国家 连吃败仗的期间 中国却在第三次长沙会战 拿下了重要的一场胜仗 像第三次长沙的会 它就有一些战略的意义在里面 就是它打长沙 其实目的就是签字 这个国军不要往香港 就是因为他们当时要攻香港 1941年12月24日 日本阿南危机的第十一军 再度向强杀发动攻击 日军第六、第四十 与第三师团向南进攻 当日军越过新墙河时 日本在南边已经拿下了香港 牵制中国军队的因素已经消失 但是阿南危机 想要报前次会战失败之仇 执意往南推进 反观中国第九战区薛岳的部队 故与日军应兵 顺势退到山区 从新墙河到密罗江 再到唠叨河与流河 这一路上几乎没有阻碍 日军顺利推进到长沙的大门 那部队就慢慢慢慢 让它在前面的时候 往旁边 往旁边退 往旁边山里面或者是侧边去退 因为那个地方旁边有很多小山 那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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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到长沙 就是看双方斗志 你要不要拿长沙 那时候就是引诱日本人进来拿长沙 那当然这个也是怎么讲苦肉计 所以长沙队有一点冒险 薛岳以前两次长沙会战的经验 设计出一套天独战法 也就是利用长沙江川地形 诱敌深入 等到日军集中到长沙 再从玉鹿山上开炮攻击 日军这时向后撤退也为时已晚 之前退避山中的中国部队 在下山给予日军拦腰痛击 并截断日军的后勤补给 就像一个炉子一般 阿南危急的部队 现在流河与新强河之间 任人宰割了17天 直到1942年元月16日 才突围退回了新强河以北 日军12万部队 死伤超过4万 中国军队则是以2万8千多人的伤亡代价 赢得了第三次超杀会战 第三次超杀会战 唯一是中央坚决要打 支持要打 跟第一次第二次是完全不一样 有点时间点 在那个郑树桿事变之后 第二次是在正式启动 也给我们的蒙古看看说 我们可以在那边打成这样 长沙大捷在珍珠港事变之后 显得意义重大 美国总统罗斯福说 盟军的胜利全赖长沙大捷 英国《泰晤士报》的社论标题 这是同盟军决定性的胜利 伦敦美日电讯报 更是以远东鹰雾密布中 为见长沙商工云彩光标夺目 如此这般绚丽的文字 来赞赏中国军队 对盟军做出贡献 中国加入了同盟国行列 理论上应该得到盟军不小的援助 不过英美等国 重欧清亚 把击败德国希特勒 视为第一要务 中国得到的军备援助 远比不上英国 还曾派出远征军 到缅甸协助盟军作战 在这个阶段 蒋介石的妻子宋美玲的角色 相当突出 为了争取美元 不仅出面制赠美国一对熊猫 被称为熊猫外交 蒋宋美玲也曾在1943年2月 进入美国国会演讲 风靡美国政坛 成为中国史上第一次的夫人外交 所以不是因为战国的人事 是 ruled的 在这就一个百分之中 被冒显成为进入海中的军复 也没有攻击 在这种是被尽回的皇军 元甸协助盟军 可反对制作词 還沒吐氣 空戰方面 美國退役飛官陳納德所領軍的 中國空軍美國支援大隊 也攪出漂亮衝擊單 1941年12月20日 施駕日本戰機從越南河內機場起飛 準備空襲雲南昆明 陳納德下令支援隊升空攬截 打了一場9比0的勝仗 10月23日 支援隊也在緬甸仰光上空 打出一波24比2的成績 昆明因為地處內陸 民眾沒看過鯊魚 於是把P-40戰機上的鯊魚塗裝當成老虎 美國支援大隊因此得到飛虎隊的稱號 指揮官陳納德也成了中國人的英雄 他非常嚴肅 嚴肅 他不會罵人 這個 嚴肅 你見到這個嚴肅人 你自己是升溫 你自己會害怕 他並沒有罵你 他事實上他脾氣很好 後來他當司令的時候 他對你還是很好 所以大家 美國人起的位號叫這個老闆 Old Daddy 叫老爸爸 中國擔心美國飛行員言語不通 航空委員會為飛虎隊也製作了一面雪糊 上頭寫著 來華駐戰洋人 軍民一體救護 讓飛行員隨身攜帶 或是逢在飛行夾克上 從1941年底 英美對日宣戰以來 七個月內 飛虎隊共運日軍作戰了31次 擊落日擊217架 自己損失了73架 1942年7月4日 隸屬中國的美國支援航空隊功成身退 改由美軍第十航空軍 成立一支駐華航空特遣隊 陳納德也恢復了美軍現役 並升為準將 繼續擔任指揮官 負責中緬無印的空房 中國加入同盟國之後 必須支援盟軍作戰 1942年2月15日 日軍攻佔了新加坡 緬甸受到立即威脅 英軍請求中國軍隊支援 中國組織了第五軍 第六軍 第六十六軍 以及第三十六師 共進十萬人的遠征軍 一方面協助盟軍協防緬甸 一方面也希望守住顛緬公路 但是中國遠征軍 必須聽命於美國派來的指揮官 史迪威 因為史迪威他當時來的這個身份 是叫做中國戰區的參謀長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他也是美軍在中國的最高的一個負責人 包括美國方面的一些對中國的戰略物資 他都有這個分配權 史迪威曾在1935年到1939年 派駐中國擔任武官 對中國事務非常熟悉 但缺乏作戰經驗 1942年2月 史迪威到重慶旅行 美國給他的頭銜 除了中國戰區參謀長之外 還有美軍司令官 對華租界總管等重要職務 史迪威指揮中國遠征軍 在緬甸作戰 1942年3月8日 日軍攻佔緬甸仰光之後 繼續北上進攻 1942年3月中旬起 與中國遠征軍在緬甸同鼓交戰 領導中國遠征軍的史迪威 無視蔣介石的建議 沒有將主力部隊固守曼德勒 加上英國部隊 又沒有依照計劃從右翼指援 反而退守印度 造成中國遠征軍 孤軍奮戰損傷慘重 不得已棄手同鼓 4月14日 英軍受困於仁安槍 卻還要求中國軍隊解圍 遠征軍新38師市長孫令仁 率兵進城 5天之後收復了仁安槍 解救了7000多名的英軍 以及500多名俘虜 傳教士與新聞記者 之後又因為英國情報誤判 以及後勤補給中斷等等因素 讓日軍連續攻佔唐吉 蠟虛蜜之納等等緬北的重要城市 顛免公路中斷 5月份 中國遠征軍開始撤退 部分撤回雲南 部分逃往印度 撤退時 不少部隊誤入野人山 葬身原始森林中 10萬遠征軍最後只剩4萬 打到仁安槍等等 雖然打了一個小勝仗 但是整體戰役是個大潰敗 被日軍切入把中國遠征軍的後路切斷 但不管怎麼講 中美英的協調在緬甸是常打在那裡 1942年5月 日軍佔領了緬甸北部 切斷了中國對外唯一的陸路交通運輸線 滇緬公路 為了保持對國民政府的物資供應持續 美國陸軍航空隊在7月份 開遍了一條空中通道 這條航道從印度阿薩姆邦開始 飛越叢山峻嶺 達到中國雲南昆明與四川重進 當時負責載運貨物的飛機 因為受限於飛機的性能 只能再貼著高山橫線齊齊扶扶 飛行路徑仿佛國空 所以稱作陀峰航線 陀峰空運號稱是世界上 非常危險的這個空運路線 因為它飛得非常的高 天氣不好的時候 加上亂流 甚至還有日軍有時候 偶爾還會過來襲擊 所以變成說他們這條陀峰航線的損失 其實非常慘重 美國陸軍航空隊飛行員 稱陀峰航線為死亡航線 但它卻是維繫中國存續的生命之路 從1942年7月開始三年間 陀峰航線運送了65萬噸 各類的物資進入中國 但有超過500架飛機墜毀 1500人以上喪命 在昆明 國風飛行紀念碑上 記載的這麼一段文字 在天氣晴朗時 我們可以沿著佔有墜機碎片的反光飛行 我們給這條灑滿佔有飛機殘骸的山谷 取了個金屬般冰冷的名字 鋁骨 陀峰航線冒死運送援華物資 但中國從美國租借法案中得到的美元 卻遠遠不及英國 根據戰後的統計數字 英國聯邦所得到的援助 總共為300億美元 佔租借總額的60% 中國僅有8.45億美元 投到英國的45分之一 當時英國跟美國的主要戰略很明顯 就是歐洲第一 先擊敗其他人 太平洋第二 把日本的海空軍擊敗 只是列為第二 中國、印度、緬甸的戰場列為第三 國際民間組織 倒是很願意雪中送炭 1941年2月 美國時代雜誌創辦人亨利魯斯 創辦了美國援華聯合會 整合了大量民間募集的金錢 以及醫療、民生必需品 有計畫地運往中國 蔣介石的妻子宋美玲 與姐姐宋矮玲 為了感謝緣華會 在1941年11月 送給紐約勢力動物園一對熊貓 這對中國熊貓在美國造成空洞 第一次熊貓外交成功打入了美國明星 宋美玲也持續接受外國媒體訪問 將中國獨立抗戰的艱苦傳送到國際 自經的地階剛才 來正確激的福一家 既然存在 故事 美國之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宋美玲访美为了避开太平洋战火 舍近求远往西飞行 取到非洲伊索比亚 加纳 再到南美洲巴西 最后等11月27日抵达纽约 宋美玲并没有立即展开访问行程 而是秘密在美国疗养治病两个多月 你从看讲中文字日记里面也知道 讲过人还是很多的病 皮膚病 麻疹 循麻疹 有时候也有胃失眠 你讲的胃好像也不舒服 他担心他胃癌 对啊 所以他就是觉得 在重庆的地方没有办法 做一个很好的一个疗养 1943年2月 宋美玲结束疗养 展开了正式访问 宋美玲造访的地点有 华盛顿 纽约 麻州的卫斯里姆孝 芝加哥 以及西岸的旧金山洛山西 随后才造访了加拿大首府霍台华 6月29日从纽约离境 结束七个半月的方面行程 经过六天午夜的长途飞行 在7月4日搬进重庆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 1943年2月18日 宋美玲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 这个演说不只是发明感人 大家听他的演讲 这个演词 让美国人都折服 这个东西就是语言也是一个魅力 他为什么在那个时候 他会能够得到这么美国 这些国参众两院议演的一种 我们讲是起立鼓掌 八十一分钟 你就知道他们真的感动 宋美玲所到之处 不仅吸引大批华侨涌 连美国民众也震赌风采 甚至有一名乡村妇人 寄了一封信给罗斯福夫人 请求转交宋美玲 里头装了三块钱美金 是他三个小孩 要捐给中国孤儿的一份心意 他说我们请讲婚人 把这三块美金转给那个1938年 1937年八月份在上海南战 被炸伤的受伤的那个小孩子 就是王小婷 王小婷所拍的那一张 因为那一张的影像 透过Live杂志 一亿多人看过 连小孩子都看不过 1943年3月1日 宋美龄独自登上时代杂志封面 也争取到美国民意的支持 使得美国政府逐渐增加了圆滑比例 这次访美也促成了11月 在埃及举行的开罗会议 蒋介石得以与罗斯福丘吉尔同台 美国政府也顺势在改年年底 废除实行了60年的开华法案 让中国人在美国 享有跟欧洲人相同的待遇 中国对日抗战走到最后两年 原本以为可以借由同盟国的协助 可以快速地脱离战火 但是在欧美列强的权力谋算之下 反而变成国际利益分配的棋子 局势多变 最后在1945年8月 美国在日本本土投下两颗原子弹 迫使日本投降 终结战争 继续第三单元 来看对日抗战末期 黎明前的黑暗 1942年5月 日军长驱直入缅甸 把中国远征军击溃 败战的远征军中 新38师师长孙力仁 和廖耀香的新22师来到了印度 在印度南加美军训练营 接受完整的美式训练与装备 成为精锐部队 另外重庆国民政府 利用国风航线 将另外的三个师的兵力 也送进了蓝甲训练厅 一年下来 五个师共同成立了 中国主应军 指挥官依旧是 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 史迪威要用这支部队 办公缅甸一雪前吃 1943年3月 孙力仁的新38师开进了野人山 掩护中美部队修筑中印公路 等待雨季过后 1943年10月开始反攻缅北 孙力仁与廖耀香的部队 连续攻下缅北重要的据点 中国驻印军在缅甸奋战 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也连传捷报 1943年年底到1944年年初 连续在中太平洋的 吉尔伯特群岛 马绍尔群岛等战役中重创日军 扭转了太平洋战场的态势 1944年的时候 美国在太平洋上面基本上获胜 日本在海运上受到了 美国的海军切断 尤其是美国占领了 几个太平洋上的岛屿 还有中国的一些机场 让美国的长城轰炸机 轰炸的日本东京跟日本本土 日本受了很大的威胁 日本在中国陆地上 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名为一号作战 目的就是要建立一条 贯穿中国南北的陆运通道 一旦海线被美军阻断 还有陆运可以将南洋物资 运送到日本本土 跟日本是要打通路上的交通线 从朝鲜到东北 到中国的平汉铁路 到越汉铁路 然后接到越南 接到泰国的桂河大桥 然后接到马来西亚到新加坡的 这样的一个陆地交通线 1944年4月 日军从河南点燃战火 两个月内连下郑州、许昌以及洛阳 打通了平汉底路 下一个目标 湖南长沙 日军曾在长沙吞下了三次败仗 这回不敢大意 以十一军二十多万人进攻长沙 回攻天独 从4月27日打到6月18日 这回削月输了 日军攻下长沙之后 禁闭衡阳 如果大家记忆回想一下 那一年的6月6号 在欧战里的大事 就是洛曼地登陆 其实这个盟军已经在洛曼地登陆成功 开始他们向这个德国本土 就是像柏林进军 已经是这样的一个态势 所以全世界的焦点都在那个地方 其实他们忽略了 在这个中国战争上面 也有一场就是惊天动地的战争 就是恒阳保护 恒阳位在约翰与香跪两条铁路的搅毁处 战略位置极为重要 驻守恒阳的是第九战区第十军方先爵的部队 方先爵先将所有的居民撤离 然后将重兵摆在南边 设置了机关枪火网 1944年6月22日开始 日军连续发动好几拨攻击 双方僵持了近一个月 日军的伤亡惨重 守军也已经弹尽援绝 蒋介石在7月27日 发了一封电报给方先爵 他说 方军长守城官兵艰苦于牺牲情形 于已深知 此时只有都帅所部 决心死守以待外援之接应 于对督促增援部队之激进 毕毕蒂在城中望远之心更为迫切 蒂可体会此意 滕阳久攻不下对日军也造成很大的压力 因为在太平洋战场上 美军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 已经从中太平洋展开反击 远东军总司令迈克阿瑟 也从澳大利亚出发 以跳岛作战战术 逼近菲律宾海 日本逐步丧失了海上的优势 在中国的一号作战 又困在恒阳动弹不得 毕是日本首相东调英机 在1944年7月22日辞职下台 由小姬过招接任 对于东调英机这个人来讲的话 他喊了差不多一个月太多了 就是我不但没有打下来 好像到了这个 两波的攻击又挺长的 他一共攻了三次 打不下去 就在这个时候 他想到 所以这个影响非常大 就是不只在战略上 在政治上也有一定的影响 到了八月 日军集中火力 对恒阳第三波攻击 八月八日 日军攻进了恒阳 方先爵与日军协议投降 恒阳保卫战历时47天结束 中国第十军阵亡了4700多人 日军则有近2万人死伤 日本从恒阳呢 直接切入桂林 打到柳州 打到接到越南 整个被日军几乎势如破组 如若无人之境 甚至于到了10月11月的时候 禁逼桂阳 打到距离桂阳60公里的独山镇 当时是八年抗战期间 日军接近重庆最接近的一刻 不到400公里 就台湾头到台湾尾 重庆震动 史迪威在中国战况危急的时候 咀嚼蒋介石调兵 还指责蒋介石用兵在陕北来对付中共 却不愿调往南方作战 史迪威透过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 向总统罗斯福报告 指称 中国战场失利是蒋介石的责任 应该将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交给史迪威 罗斯福听了史迪威的意见之后 接受了史迪威的看法 9月中发了一个非常严厉的电报给蒋介石 把指挥权交给史迪威 否则中国战局崩溃也负责 而且这个电报非常屈辱的 它是让史迪威亲手交给蒋介石 给蒋介石当面 而且史迪威更过分 他是交给蒋介石的时候 还要蒋介石的翻译 当场翻译给蒋介石听 史迪威在场 蒋介石透过美国特使赫尔利 强硬回复罗斯福 倘若要将指挥权交于史迪威 中国不惜脱离盟国 独自抗日 罗斯福权衡之下 不愿牺牲中国这个盟友 在1944年10月25日 撤换了史迪威 其中国战区参谋长一职 由魏德迈接手 结束了两年七个月 因史迪威所造成的中美紧张关系 魏德迈上任后 不顾英国的反对 在1944年年底 强行调派两个精装师 15师与22师 从缅甸战场回防云南昆明 中国驻印军在缅甸持续反攻 拿下了巴默、南侃 与云南打进缅甸的中国远征军 在盟友会师 联手收复了蜡虚 滇缅公路北段回复了畅通 加上中印公路在1945年元旦通车 大批的美元物资进入了中国 美国从航空无线上 从太平洋的岛屿上 以及从中国内陆的机场起飞 轰炸日本本土 根据战后日方的统计 从1944年11月到1945年8月 盟军总计出动了一万七千多架次 投持在日本土地上的各式炸弹超过七万吨 战争至此 日本已从轰炸别人的角色 转变成被轰炸者 1945年2月4日 丘吉尔、罗斯福以及史达林 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达市 举行了一场关键性的会议 制定了战后新秩序 与列强利益分配的方针 苏联早在1943年底 德黑兰会议中就已承诺 在对德国战争结束后 就参加对日作战 条件是要获得库业岛 到了亚尔达会议 苏联更加码提出参战条件 到了亚尔达密约 也就是民国34年 1945年的时候 第一个他就是要外蒙古独立 也就是所谓的国防屏障 第二个他就是要中厂铁路 和铁路的经营权 也就是所谓的经济腹地 第三个他就是要大连女生 就是要不动它 罗斯福与丘吉尔 为求早日收拾日本 竟然背着中华民国 答应了史达林 1945年4月12日 罗斯福总统病逝 杜鲁门上台 4月30日 苏联红军开进了柏林 希特勒举枪自尽 5月8日 德国投降 欧洲战场结束 这时美国强力催促中国 就外蒙独立等问题 与苏联谈判达成合约 苏联本来是保证 不把任何的资源给中国保证 不对中国的新疆和西藏 做任何的判断行动 支持任何的判断行动 所有的资源都给中华民 中华民国 就是中华民国的国民政府 也就是国民党的 在这样的条件之下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才同意外蒙古 用公民投票 让它独立 中长铁路 整个的中俄共营30年 旅顺大连中俄共管30年 7月16日 美国在新墨西哥州 成功试爆了人类史上的 第一颗原子弹 隔天 美英苏三国 在德国波兹坦举行会议 商讨德国战后处理问题 同时由中美英三国 发表波兹坦宣言 要求日本旅行开罗会议的决议 无条件投降 日本拒绝接受波兹坦宣言 美国考量登陆作战 会牺牲至少上百万名的陆战队 于是决定使用原子弹 1945年8月6日 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 8月9日 又在日本长期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 两颗原子弹 共计造成24万日本民众伤亡 对存活的人 以及环境的后续伤害 更是难以估计 1945年8月9日 日本最高战争指挥会议 在东京召开 御人天皇决议接受波兹坦宣言 无条件投降 苏联赶在两颗原子弹中间 于8月8日对峙宣战 随即在8月9日出兵东北 很多人说苏联是强大 最后的一条时间 可是事实上在雅尔达会议的时候 他跟英国美国苏联三方就讲好 欧洲战场结束之后 三个月 俄军可以完成在亚洲的部军 进入到亚洲战争 德国是5月8号投降 所以苏联没有违背 他就是在三个月 8月15日 御人天皇发布中战诏书 并对全日本人民广播 日本人民听闻各个古兵一地 也灭同步 同一天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 则是在重庆发表了胜利广播 全国军民同胞们 全世界爱好复兵的很努力 全世界爱好复兵的很努力 今天我们是用力了 经理 一张辛苦扬卷的经理 终于到达了他最后的经理 1945年9月2日 日本东京湾内聚集了三百多艘美英军舰 同盟国授翔仪式 就在美国秘苏里舰甲板上举行 日本由外相崇光奎代表投降 盟军由统帅麦克阿瑟将军授翔 中国授翔仪式则是在1945年9月9日 上午9点 在南京陆军总司令部大礼堂举行 日本方面 由中国派遣军总司令 钢村宁次代表投降 钢村宁次在翔书上签字用印 印章都改歪了 日本参谋长小林前三郎 向中国陆军总司令和印信将军 递交了翔书 授翔典礼仅仅10分钟 往后一个月内 中国分别在15个寿翔区接受了日本投降 直到1945年10月25日 台湾台北中山堂寿翔仪式完毕 中日战争到此正式结束 根据中国战口统计 从卢沟桥事变开始 八年战争共计发生了22次大型会战 仅4万次的大小战斗 伤亡将士超过340万 无辜牺牲的百姓 则达到860多万 一般认为实际的数字其实更多 而且中国并没有因为战争结束而停止纷乱 国共内战接踵而至 又是苍生百姓的另一场灾难 我是胡婉玲 这集台湾演员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您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